普京遭遇另一种危机 台海局势骤变 小客机疑似闯入华府领空 F16战斗机升空拦截 台北千人语中悼念 曾建元表示 六四也是台湾的事 全球49国谍报首脑秘密聚会 首度曝光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两岸药文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一 我们来先看一段商务广告 您有听说过数据经纪人吗 2022年的8月10号 中国首批数据经纪人持正上岗了 您可能要问了 数据经纪人和您有什么关系吗 听我说 数据经纪人就是如今数据交易市场的中介人 他们在网上贩售他们收集到的 像是您在网络上所有留下来的信息 像是您的浏览历史 线上搜索和位置数据 这些东西整合起来 就是您的详细个人资料了 然后将您的资料卖给某个公司 那么这个公司就可以向您投放非常精准的广告了 也许您认为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但是这些数据经纪人甚至还会将您的信息出售给一些政府机构 比如在美国 您的信息可以被卖给国土安全部和国税局 如果您在中国呢 那么您的个人信息更是会被中共政府以各种名义实时监管 您可能会因为在手机或者是电脑上搜索某些敏感的信息 而被警察请去喝茶 我不想自己的个人隐私被监控 所以为了隐藏我的网络痕迹 我使用ExpressVPN来保护自己 数据经纪人收集到你的信息的最简单方法之一呢 就是通过你的设备的唯一IP地址 当你连接到ExpressVPN的时候 你的IP地址就会被隐藏起来 这样一来数据经纪人就很难确定你是谁了 ExpressVPN还会加密100%的网络流量 以防止在公共WiFi上的黑客攻击 所以我在所有的设备上都下载了ExpressVPN应用程式 像是手机电脑甚至是我的家庭WiFi路由器 我只需要点击一个按钮就可以打开它 然后就可以受到保护了 非常的简单 ExpressVPN被Cine Techredor等网站评为No.1 所以如果您也想用这个VPN保护自己的线上活动和数据 我和ExpressVPN的合作能够给大家提供特别的折扣 立即点击视频下方描述栏中的链接 expressvpn.com-sohtv 就可以获得额外三个月的免费使用 快去点击试试看吧 接下来是今天的消息 乌克兰大反攻还没有开始 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不得不面对另外一种危机 与此同时台海局势突然间紧张起来 中共是否会以挑起小规模冲突的方式支援俄罗斯 这值得关注 一直追踪俄乌战况的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6月3号表示 俄罗斯民兵组织自由俄罗斯军团和俄罗斯志愿军团 虽然声称要打垮普京政权 但是其实并没有真的占领俄罗斯的领土 从卫星的照片可以看出 他们本月1号在俄乌边境出没 距离俄罗斯国境有7公里之远 战争研究所认为 克里姆林宫意识到 俄乌可能会陷入长期的战争 需要争取国内的支持 因此开始利用这两个组织发起的微弱袭击 来加强对俄国国内的宣传 不仅是普京打算利用这两个民兵团体 瓦格纳佣兵集团的首脑普里格金 也借机批评莫斯科和俄国军方无能 让比尔哥罗德遭受袭击 普里格金在撤出巴赫木特之后 频繁地枪口对内 6月3号 他指责克里姆林宫内部的派系 试图挑拨离间 分化瓦格纳与车臣部队 掀起的内讧已经打开了潘多拉盒子 正在摧毁俄罗斯 之后普里格金更在电报群里发话说 如果接下来俄国国防部 不能解决比尔哥罗德地区的战争 那么瓦格纳就会派兵 前去保卫俄国的国土 普里格金还说 他不会浪费时间等待邀请 比尔哥罗德的平民百姓 已经奄奄一息 如果是这样 那么瓦格纳就从乌克兰的战场 杀回了俄国 CNN的报道认为 瓦格纳在地面立下战功 让普里格金有恃无恐 不断地跟莫斯科当局对告 普里格金把注意力 转向所谓家里的敌人 越来越显露出 普里格金的政治野心 报道说 普里格金不断地挑战普京的权威 现在外界也等着看 普京到底能容忍普里格金多久 莫斯科正在酝酿一场 茶壶里的风暴 欧洲战场的战火还在持续 台海最近也不安宁 6月3日 美国印太司令部发消息说 美国导弹驱逐舰和加拿大的皇家海军巡防舰穿越台湾海峡的时候 中共驱逐舰刻意地改变航道 以不安全的方式切入到美国军舰的航道前方 外界认为 过去中共常在南海和美军交锋 如今这类事情又出现在了台海 这实属罕见 中共始终不放弃吞并台湾的野心 近来美国政界军方交流台海局势发出的警告似乎也是越来越迫切 例如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诺上个月底公开表示 美国总统授予他两项使命 第一是阻止北京入侵台湾 但是如果失败了 那么第二项任务就是准备战斗并且取得胜利 时事评论员张斌对心头壳分析说 阿奎利诺的话很可能代表美国已经把决策权指挥权下放到了战区这一级别 这说明美国正在体制上做军事准备 美军是实实在在的做着战争的准备 心头壳还透露 有消息说美军正在计划允许美军直接参与台湾的汉光演习 这样双方在军事上可以密切的联系 美军可以提供重要的军事参数 大幅度的提高台湾的作战能力 张斌认为如果两岸真爆发战争 美军应该不是和台湾并肩作战 但一定会大力的介入战争 而且给台湾的援助绝非是简简单单的提供情报 很有可能是直接在军事上的打击 或者是在其他方面的介入 当地时间4号 一架小型客机闯入美国华盛顿特区的领空 军方紧急出动F16战机拦截 这架客机最后坠毁 美国联邦航空总署与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调查此事 北美航太防卫司令部事后发声明指出 军方试图和客机取得联系 但是机上的人员没有反应 最后这架飞机在维吉尼亚州西南部的山区坠毁 不过军方强调并不是几拦截导致客机坠毁 最新报道 F16战斗机以超音速状态追结这架可疑客机的时候 因为音爆效应引发巨响 导致了华盛顿地区的民众恐慌 报道指出 闯入华府领空的是一架塞斯纳560型喷射客机 机上共有4人 原本预计从田纳西州飞往纽约的长岛 不知为何偏离了航道 执行任务的F16战斗机来自安德鲁斯空军基地 至少有一名F16飞行员看到小型客机的飞行员已经昏迷 在六四天安门事件34周年的这一天 台北加入全球的悼念行动 多个公民团体联合在中正纪念堂举办纪念晚会 强调六四也是台湾人的事情 千余人到场参与悼念 主办单位包括华人民主书院协会 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 台湾人权促进会等团体 哀悼会于晚间6点40分开始 当晚的7点半下起了庞陀大雨 现场的民众并没有离去 撑起雨伞继续听讲 8点9分现场集体默哀了64秒 来表达悟忘六四的哀悼意涵 现场的民众手上的烛光亮起 场面竞速 华人民主书院理事长曾建元表示 港区国安法实施以后 台湾成为了全球华人最重要的六四纪念地 曾建元说 当年镇压六四的政权 现在仍然每天派军机军舰绕行台湾 威胁台湾的民主自由 这个政权还消灭了香港公民社会 六四其实还在进行当中 曾被中共关押的台湾NGO工作者李明哲发言说 之所以纪念六四是因为六四告诉台湾人 中共政府是怎么对待自己的民众 从香港的遭遇 台湾人能够了解中共政府是怎么面对契约 当初与英国签署的50年不变 结果25年就变了 李明哲说 台湾要藉由六四或香港的运动去了解中共政权的本质 并且告诉中共政府台湾人要走向世界文明 拒绝蛮荒的统治 我们是小国小民 但是我们不愿做你的大国顺民 新加坡政府组织的一场情报首脑秘密聚会 日前首度被曝光 共有49个国家的特工组织领袖参加了会议 据路透社的报道 过去多年来这种秘密的会议都在安全峰会附近举办 但是从来不被外界所知 这次聚会也是直到结束之后 相关的消息才首度被曝光 据报道 本次会议为期三天 全球共有来自49个国家 600多名代表进行了全体会议 包括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因斯 印度海外情报收集机构研究与分析议主管塞曼特格尔 中共情报单位也派员参加了会议 报道说 聚会并不是比拼间谍技巧 而是透过交流深入摸底 了解彼此的意图和底线 一名消息人士透露 情报机构之间有一种不成文的规定 在交流变得困难的时候 他们可以进行对话 这是紧张时期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新加坡的活动有助于推动这一点 据悉 在这次会议中 俄乌战争 跨国犯罪 网络犯罪 与国家级别的网络攻击都是重点的讨论项目 报道表示 虽然世界各国都没有做出回应 但是新加坡国防部发言人间接的证实了这场会议的存在 他声称 这场会议参与者包括了情报机构的高级官员 新加坡方面也会趁这个机会 与其进行对等的双边会议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说有这样一群人 他们劝武汉被老师的汽车碾压死的孩子的妈妈不要闹事 劝郑州地铁被无预警泄洪淹没 再接不到女儿回家的羽衣爸爸不要闹事 劝河南村镇银行取不出钱的储户不要闹事 劝买了烂尾房的人不要闹事 劝高铁上挨了打的女孩子和解 劝挨了城管打的小贩和解 劝挨了打的乌克兰不要接受武器去和解 劝天安门被坦克碾压被机枪扫射的学生家属低调不要声张 劝受害者稀释宁人是这群人的绝活 凡是不停劝的大概率就都是他们口中的境外势力 因为那群知道受害者是弱势的那一方 而弱势的那一方从来都是最好欺负的 对于今天的话题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欢迎在留言区说一说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担心错过精彩内容 那么您可以在留言区写下您的电子邮箱 我们会第一时间把节目更新传送给您 也欢迎您订阅希望之声TV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